沒有人出身就是當立委的 他不是 我也不是 從今天開始 我們會放下他 他做他的罷免義工 那我們做我們專業的防疫立委 選後因為我們尊重他們長年的經營 那一直希望跟他們保持聯絡 那也希望向他請益 那後來他還是決定 參與這個罷免理由不正當的團體的行動 讓自己從地方投入 變成了罷免團體的義工 從今天開始 我們會放下他 他做他的罷免義工 那我們做我們專業的防疫立委 我們現在開始要正面的迎擊 這一些對台灣民主政治沒有幫助的謊言跟故事 那我有說 你沒有為鄉親服務 是爭取疫苗啊 爭取民眾的紓困啊 你怎麼看 這是說謊 對於說謊的人 我想我們剛剛已經說要放下他的 他的這個內容 我認為沒有一定要回應的必要 政治立場可以不同 但是有沒有上班 有沒有做事 我認為不應該用說謊扭曲的方式 來欺騙選民 他說您染上了壞的氣息 就是讓鄉親自忘 到底是我壞還是他壞 我想這個是選民都自有公平 好 好了 我到處 我到處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